趁着奥运,和大家过澳门找个运动营司机 在澳门开了三十年的士的何国祥 自小热爱打篮球 但小时候升得不够高 所以就多练多人几倍努力 练出一手好球 说回那段日子 长哥还说自己是蓝球黑盖出身 由于我过子矮 就没有条件参加训练 我就很喜欢蓝球 所以那时候干门代表队也好 青少年代表队也好 工人代表队也好 训练的时候 我就在球场那里看别人训练 可能记忆力比较好些 所以他每一个训练的配合 我都记得了 球员头篮姿势 他每一个球员有什么答账 我都可以学到八八九九 只是旁边观摩都可以 虽然的士司机每日工时长达十二个钟 但长哥仍然很积极 在公寓时间约一班同事一起打篮球 还会去参加比赛 其实的士司机每日工作差不多十二个钟 真的很辛苦 但为了放松自己 六点晚上收工 很多时候我们就约一起去球场 就行了 憑着多年的篮球经验 执教少年飞鹰球队 就令一班年轻人能够 在篮球的训练当中誤出人生 你很辛苦很辛苦都好 你都要尽量坚持 很多责念 坚持 是要这样捱 期待 洋口 1942 日本欧丽 地方